各位好,我是冰子 去年我有做过奥米加兽的全部形态 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奥书 这次我们就来聊一聊 它的融合素材之一 同样是自诞生以来 就拥有极高人气的数码兽 战斗暴龙兽的全部形态 首先就是我们最熟悉的战斗暴龙兽 是使用利爪和高热战斗的终极龙战士 身着超金属十只数码合金的铠甲 是暴龙兽系数码兽的终极形态 而且与暴龙兽系数码兽通常的巨大体型不同 战斗暴龙兽拥有人形的姿态 而且速度、力量也有着飞跃性的提升 完全体数码兽的攻击已经不可能将它击倒 双臂装备的利爪被称为龙兽克星 本身就拥有很强的硬度 配合上究极体的力量 就算是简单的攻击也会非常强力 并且正如其名 这把武器可以对龙兽系数码兽造成大量伤害 不过战斗暴龙兽本身也是龙兽 因此龙兽克星也是一把双刃剑 而把背部的外壳合为一体的话 就会成为最强硬度的盾 勇气之盾 据说在栗战的强者之中 当真正的勇者觉悟到自己的使命时 就会进化为战斗暴龙兽 必杀技是让大气中存在的所有能量 集中于异点 放出的超高密度的高热能量弹 盖亚能量弹 凝聚的巨大高热能量 直接砸向敌人 不过也曾出现过更重视速度的小型版本 战斗暴龙兽X 因为X抗体的影响 造型变得更加尖锐和机械化 因为背负着真正勇者的使命 所以战斗必须要百分百胜利 背部的勇气之盾消失 但龙兽克星却增强到了勇气之盾级别的硬度 成为一种攻防一体的武器 同时战斗暴龙兽X 牺牲了长时间空中飞行的能力 在背部装备了以爆炸性加速著称的推进器 可以一瞬间飞进敌人怀中进行攻击 正如他陆战勇者之名 是陆上战斗数码兽的最强姿态 后爆发 还有将能量聚集到异点 制成一个类似于盖亚能量弹的巨大球体发射出去的绝技 海神之力 黑战斗暴龙兽作为漆黑的龙战士 而被他人恐惧的病毒种战斗暴龙兽 不论是信条还是主义都与病毒克星的战斗暴龙兽相反 但它是为了自己的正义而存在 虽然是病毒种 但它厌恶悲怯怯和卑劣的剂量 也认为自己与通常病毒种的低俗数码兽不是同类 它病毒化的缘由经过 到现在都是一个谜 在《数码宝贝第二季》中 它是用黑暗之塔制造出的数码兽 本该成为没有感情的工具 但因为未知的原因 让它拥有了自主意识 开始不断寻找自我存在的意义 和战斗暴龙兽一样 背后同样装备有勇气之盾 但没有刻上勇气的徽章 必杀即使将世界上存在的附念 集中于一点放出的黑暗盖亚之力 虽然外形就是战斗暴龙兽的幻色 但它在动画中寻找自我的旅途 以及前作主角黑化的造型 令它成为第二部的人气担当 直到现在都有着不俗人气 黑战斗暴龙兽X 与黑战斗暴龙兽不同 受到X抗体的影响后 负面力量被最大限度的浓缩凝聚 增加了即使不择手段 也要确保胜利的较滑 和战斗暴龙兽X一样 龙兽克星也有勇气之盾的硬度 背后也装备有用来加速的推进器 必杀技则发生了变化 除了后爆发外 还有将黑暗盖亚之力 依附双掌后 连续使出不可能回避的黑色能量弹 哈迪斯之力 电光暴龙兽 也是战斗暴龙兽的亚种 不过与其他战斗暴龙兽不同 它的手臂上装备有罕见的电流火器 同时红色的身躯也是它标志特征 虽然没有勇气之盾 但可以在周围展开等离子护盾 电力防护 背后的雷电推进器 可以移至肩部进行炮击 必杀技是双臂释放出的红色强力电流 注入敌人体内后 从内部将其瓦解的等离子行驻 这个造型最初是在17年公开 最近则是在动画《大猫号》登场 使机械暴龙兽适应当时的环境而进化的形态 也是继无限龙兽战斗暴龙兽后 亚古兽第三个究极体形态了 凯王兽 为战斗暴龙兽X的亚种 在东阳某个被放置的计算机中发现 细黑的身体包裹在类似武士的铠甲下 也变为银白色的长发 他从战斗中获得胜利 来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 是非常优秀的暴龙兽系亚种龙人型数码兽 其力量很大程度还是个未知数 但已经判明拥有难以置信的战斗次数和战技 拥有一对根据实战经验而得到的独特形状的剑 橘灵会残留奇异的光之轨迹 接触到这个轨迹的物体 全部都会被斩断 使用这道轨迹的剑术 被称为是灵活斩 还有将两把剑合为一体 将奇异的光瞬间集中 向远处攻击的灵活机 必杀技是把灵活斩和大气中存在的所有能量 集中起来 引发爆炸的钙牙反应炉 胜利暴龙兽 身着十只数码合金制成的铠甲 可以轻易挥舞与它身高相当的剧剑 是以独特剑技来对抗敌人的豪杰龙剑 是必杀技为挥舞剧剑的龙兽破碎剑 与其舒适战 更接近用敲击粉碎敌人的豪爽剑技 可以将龙兽破碎剑分离着装在双臂 把大气中存在的全部能量集中在剑间放出三叉戟盖压 还有一种使用大剑将敌人的攻击反弹回去的独特剑技 胜利冲击 另外胜利暴龙兽 由着与数码世界自然产生的数码兽 不同的进化代码 被认为是由人为数据介入所诞生的数码兽 登场于漫画《数码宝贝》次世代 月升暴龙兽通过对神器 数码兽双子机进化后的形态 是世界术为了防止自己暴走而创造的安全装置 其能力无限接近于神 和众弩加罗鲁一起 被称为是调停者 一般出现之后 只会像一尊雕像一样 对外界毫无反应 只有拥有真正数码之魂的勇者 才能得到他的认可 与他一起战斗 这就是对战斗暴龙兽全形态的介绍 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一键三连和关注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东西 我是小小兵子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